来看看马总统上任国民党主席之后 他就宣誓要端正这个选风 也即将要挥下第一刀了 现在对于违规会选的中常委要开闸 目前遭到点名的就有前立委杨吉雄 还有郁达商职创办人江达龙 考计会现在不排除要祭出庭权处分 要赶在明天马主席正式颁发证述之前 要做出惩处 现在初步看到的证据是什么 下回开会好不好 那查到的证据是什么 不管记者怎么撸国民党考计会主委阮刚猛 坚持不踏出电梯一步 将对疑似涉及会选的中常委开闸 党中央态度却相当低调 我们下午四点半会开考核记者文会 那详细的情况会向各位媒体记者好朋友来做报告 坚持等到开完会才说清楚 毕竟这可是马主席上任后会下的第一刀 前立委杨吉雄遭到检举 透过宅配送咸鱼 玉达集团创办人江达龙也被点名送红酒 连同其他中常委疑似会选名单 考计会预计下午做出惩处 可能祭出听权处分 我根本也没有 我没有去送离 那为什么突然今天报纸会这样登 我现在也要 那个港广那个中央党部 去跟秘书长问个听处 怎么会这样子恶考呢 嚷嚷要直闯党中央 只是这一回国民党动作这么快 10月17号马总统上任党主席 宣誓找回清廉 20号考机会立刻闪电开闸 刚好赶在马主席主持第一次中常会 颁发证书的前一天 三件齐口只透露惩处 遗地公平 但最后结果势必不会让 每位中常委都满意 中天新闻 余若维范新宇台北 采访报道 还要赶在明天中常会之前开闸 这整个现在的党中央的动作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郑委员 我觉得当马主席你接了这个 他当初反对的这个党主席的重担之后 你必须要有所宣誓 那中常委是大家已经看到说 闹上新闻 大家知道 国民党中常委会胜会赢 从这边来开刀 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对的 只是我觉得以民进党来看 我们每次党内选举的时候 都从不管是提名也好 然后什么中评委 中常委 中支委的 也是有很多的换票的那个动作 但是毕竟是人民团体 而且好像你也没办法处理 或者特别有什么证据 那国民党现在是超过四分之三的执政党 那而且大家跟马总统 全力给予一生的时候 会非常有那个接近的最核心 叫中常委这个职务 我很怀疑说 那么庞大的新闻量 大家都注意到了 然后 而且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他真的只值 咸鱼跟红酒吗 对不对 这两个 对 只有这两个 那这个表示说 你在处理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开杂的结果 是雷腾大雨点小 只处理两个人 而且这个只有送礼品 看起来跟国民党的 现在的位置跟权力 是名不符实 所以应该会有更多的资料 不管你是有心的话去问媒体的朋友 你对他听来 或者问这些常委们 或者说那个像谢伟 他们这些在党内有分量 或有精英的人 应该查清楚说 那个大雨真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不 如果国民党的常委那么简单 就可以选得上的话 民进党 很多人早上去顾民党 就会选最尾 你再看看好了 民进党里面有很多国民党的条下 你知道 他们可能都在我们地方是干部 这种 我觉得代价不应该这么小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开闸 如果这个动作是你 所做的宣示第一刀的时候 真的要做得彻底 如果最后结论只有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还会认为说 那你马英九的魄力 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另外我还考虑想到一点 如果真的只有这两个人的话 其中有一点 我过度隐身来看的话 叫杨吉雄嘛 杨委员 他还是过去新票案的 你知道 踢爆了 对 踢爆了 那你说不定是 说不定到后面的解释是说 你就利用中常委这次假装要查会员 其实你在搞掉党内的政敌嘛 也有可能是这样做啊 所以你如果没有把他大刀阔斧的 告诉社会说 这刚刚吊杂哥就查很快 我哪些证据查到哪些人 这些真的是这样的话 只有这两个人 我觉得后遗症会很多 反而失了马主席 要立威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一次 很像这个青莲一刀砍下去之后 有人会质疑说 这两个被开闸的是两个菜鸟 对 我们在看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这两个人 一个分别是姜达龙 一个是刚刚所提到的前立委 这个杨吉雄 而姜达龙呢 是现在被查出来的证据 是他有送红酒 而杨吉雄他还是宅配咸鱼 所以说现在这两个人出来之后 在党内会说 真的是只有这两个人吗 而且这两个人 在党内人家会觉得说 这是所谓的菜鸟 所以说今天这个刀一开下去 是一个宣誓性的意义 杀鸡儆猴的意义 就这样子而已吗 谢委员 应该是说所有的这些庭权或俗称开查的主份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或我们讲一定要有十足的证据 因为如果有很多人或许有做你没有证据 你能不能够给人家开查呢 坦白讲你不能 因为你没有证据 一个人不会心服口服 更何况这个我们是一个社团 国民党是一个政党 他并没有拥有司法权 他也没有像调查局啦地检署 有那些侦查的手段跟工具 所以基本上要查这些会选 而要掌握证据 其实本来就比较难 那你如果说只靠某个党代表的口供 说这个中常委他有行贿我 然后呢 所以因此要给他开杂 恐怕也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这两位新科中常 如果真的是被开杂的话 那他们一定是掌握了 相当多的人证以及物证 也就是说咸鱼也好 红酒也好 或者是人证 或者说真的是这个东西 是以他或明显是透过其他人 但是跟他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人 送来我们这边 我想人证跟物证都要足够 才能够开杂 那至于刚刚运鹏兄好像说 因为开杂这两个人 坦白讲还是经他提 提醒我才突然想起来说 好像杨极雄这位中常委 郭剧氏心票还提到了 对他没讲我都没有记得 所以我想郑芸盟友可能想太多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案子 我们应该要看看考机会怎么处理 那如果有中常委被开杂还是我加入政党员来第一次听说那我觉得这个值得后续的观察 不过宣誓意义是有的因为中常委是在党里面层级很高的那人赃据会一样要开杂 根据你了解还会继续查下去吗 其他中常委如果有这个具体的证据还会开办吗 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有一点像司法单位 考机会就是党的司法单位 你有人举发我就是要查 有证据摊在你眼前你想不办都不行 因为议论纷纷你还是必须要按照这样去做 如果说你人证也有物证也有好让你吃掉 考机会恐怕换他要被办吧 所以我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只是政党我们并没有司法侦查的工具 所以你而且你坦白讲你要办别人要人家心服跟口服 你就人证物证都要非常的齐全 才能够让大家心服口服 谢伟你都没有收到礼物吗 我没有收到礼物 那都没有人家跟你阿虾子那你到底你又不去投票 对不对 好 陪伯先生让回文讲一下 不过真的是没有人会送到我这里来 大家知道说送到我这里来大概也没什么好处 但是坦白讲我觉得国民党因为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借各式各样民意的参会是蛮多的 那我也不避讳讲 我曾经也到过这些参会去拜票 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文化其实是有待改革的 因为我们一个人在中央委员的时候 每个党代表选210票 然后在中常委的时候选33票 我还是觉得说那个选那个很优质的理念的那个感觉在哪里 我还抓不出来 因为210票盖都盖到婚你知道吗 而且你又很担心 因为盖超过210票整张都是废票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样的选举制度真的还要在检查 所以这样子的文化这个有可能因为这个开扎而做改变吗 因为这个国民党选中常委是党代表1600个来个去选 然后送礼啊 没有送给谢国良 我也不知道各位送礼的人什么意思 谢国良这不回答我 还是说一定会回答我 你放弃谢国良这票 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那我的看法跟这个谢伟的看法刚刚颠倒 的确如同他讲这是一个这个政党的选举跟检察官无关 那政党调查权说我要监听你啊 我要去搜索你什么政党里面这个权利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政党里面对这种汇选啊 证据法则应该往下降 证据能力应该往下降 比如说不用那么严格 谢委员说要信服口服 这怎么信服口服 我拍到了 拍到你拿礼物给郑运鹏 我怎么拍 我怎么派人去拍 我派调查局去拍吗 不可能调查局不会管这个事情 检察官也不会管这个事情 那我所以我认为证据法则应该往下降 然后呢 判决啊应该重演啊 有听到风声有听到 我觉得很奇怪 马总统这个马主席 还有詹村伯秘书长 你们一千六百个党代表 我不相信每个人都跟谢国良 都没有人送给我 我才不相信 那党代表不是有人发简讯吗 说忏悔联盟吗 很惭愧吗 受了一代的有面膜 什么猪肉 什么肉松什么的 一大堆 然后还有什么 你刚刚讲那个红酒跟咸鱼 一大堆 那请问面膜谁送的 我要问马英九啊 面膜谁送的 我送的吗 那既然有人说到面膜 你查不到谁送的 要这个档案什么 这个不是停权可以讲 开除啊 这两个什么 好决定开除啊 停权一年 一年之后 他们这个中参委一年选制 明年又来了 明年我要选 又停权一年啊 时间到我要恢复党权 我还要选啊 你不行吗 所以我见动哦 他送礼是为了什么 我请问啊 杨极雄刚刚郑云鹏讲的没错 杨极雄已经好几年 淡初政团没选立委了 你一直选中参委干什么 我问你嘛 杨极雄你选 你在干嘛 你要选宜兰县长吗 还是要选宜兰的立委 你要干嘛 那你说这个江达龙 这个这个 这个业者啦 台商啦 你选这中参委要干什么 我我请观众朋友想想 他们两个选中参委要干嘛 为了这个党爱这个党 为这个党牺牲风险不是啊 像郭民党中参委这些抗榜 诶 看可以 我请问大家他为什么要送礼 红酒不用钱吗 咸鱼不用钱吗 红酒不可能送上一瓶两百的 应该是一瓶五百八百那种 喝起来不说该适那种 送的一千六百万也不少钱 那花那个钱干嘛 已经想要回收 以后一定有什么好康的嘛 所以只停权这两个我觉得不够 那应该重演 证据重宽啦 判决重演 这些人通通开除好了 好 所以这个停权的处分太轻了吗 这个动作不够宣示 这部分我们就看那个 国民党的考机会怎么做出一个决定 当然这也是在观察 这个马英九担任 这次回任这个 重新当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之后 马英九的时代到底 国民党的体制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那考机会主委 马英九本本身是法官出身 当过张英华县县长 所以如果他要做任何处理 我相信在一些 如果说所谓的证据上面来讲 他应该会有所准备 不会至少记得起一些批评跟考验 不过我觉得整个事情 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 姜达龙跟杨吉雄 尤其姜达龙其实传言盛 盛宵成上 其实很早之前很多人都听过 姜达龙的一些动作 但我觉得整个在看国民党的 如果说今天是要改 如果是马英九总 他要改变一个风气的话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立委的这些中常委最干净 因为都没有传出来 可是我不晓得各位观众 大家相不相信 这个跟我们的尝试 是否吻合一次 当然这个对国家兄不好意思 就是有点吐国民党立院系统的吵 但是整个来讲 整个来讲 因为基本上这是国民党 党内的选举 如果党内的风气能端正 相信对于国家的风气 能有帮助 那今天你处理两个 所谓的菜鸟中常委 跟我们看到了说 立委系统的这个 好像都很干净 真正的风气该怎么建立 绝对不是看 抓两个人出来杀鸡儆猴 这个对国民党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那马英九能不能做一些改变 我们只能赋予期待 希望不是宣誓性闹一闹就算了 而是马英九是一个长期的想法 这个可能更重要 所以之后马英九该要怎么样 再去把这个理念更落实 以后这个送礼状况 因为今天的这个杀鸡儆猴 就不会再出现了吗 上个礼拜五 我在本节目里头我有讲到 此后我们节目里头 只要谈到马英九 那跟改革有关的话 我们就 先给他爱的鼓励 因为不容易 我平常一讲 今天蓝英里头 除了马英九当总统 当党主席以外 没有一个会做这种事情 绝对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他 让他没有回头路 那现在我有一个意见 我说这个很好 而且快速 比民进党还快 这个处理比民进党还明快 但是我是有一两点怀疑 跟大家讲的类似 就红酒跟咸鱼 不太贵你知道吗 是真的是不太贵 这个国民党一席 中常委 这何时沦落到 如此廉价 这会凶呢 很简单 这出的去人很多 还有你们选举方法 那种廉计法 其实廉计法是有很大的 因为联系法可以绑 你知道吗 所以将来其实需要考虑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 下手的方法 大家也许还没有领悟到 马英九其实 今天见了党主席以后 我说几句话 说几句你没听的 马英九也会否认的 就是把党虚极化 把党弱化 讲弱也好 讲虚也好 虽然你们说都没关系 马英九不讲这个 马英九把你破了 让你们听得很爽 但是搞一些不重要的人 搞一些不重要的人 去当中常委 搞一些不重要的人 当什么委什么委 我都要建立在这里公开 建立马英九 你以后不要每个礼拜 都去开中常会 有的时候就请假 有的时候请人代理 就是有意无意之间 把这个党机器弱化 那党机器干什么 党机器只有选举才有用 凭实力要独霸一方 你是要说什么 你是要称什么 你是练义又代表谁 所以漫画片 那我觉得 国民党这次开杂 然后弄一些 我觉得真的 我同意谢文的讲法 要让人口服心服 那什么口服心服 到底红酒要送几瓶以上才算 如果我跟他很好 我刚好某种就是那个巧合 我送人一瓶红酒 被打到了 他是送了几瓶 是五瓶吗 十瓶吗 二十瓶吗 三十瓶才算 还有第二点 我不相信只有这两个 那如果红酒算 嫌疑算 面膜算不算 算了 肉松也算了 面膜的单价还更高 我们在平时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单价上限 三十块 三十块 那我觉得暖冠盟就要讲清楚 送你的很多 但是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政党 你知道吗 国民党的勒索 国民党的勒索 国民党的礼貌跟民进党不一样 我讲一个 不是只是送礼 以前我在当委员的时候 比如说 我跟国民党委员讨论事情的时候 国民党委员坐下来 我去他的位置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一定站起来 但是我在民进党的委员前面讨论的时候 他不一定站起来 这就是国民党的历史故 但是勒索 这个应对进退 民进党有人考虑 我不是讲说这种礼貌是好的 未必是好的 但是是比较有礼貌 我讲这些干嘛 就是他们的传统习惯 一下子改不过来 杨基雄也会觉得很怎样 每次也这样 这个好像送一个红酒 送一个减蜜而已 减蜜就是我们宜兰克亥的脱散 你是跟他认为要喝 对不对 所以到底要送多少 那有没有一个价格的上限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讲清楚 也让被处分的人口服心服嘛 好 我们现在看 这个马总统他兼国民党主席之后呢 在今天下午他首次举行了中山汇报 我们现在现场连线给记者林玉桥 各位观众呢 蠻久总统在上个礼拜 正式接棒国民党党主席之后呢 今天是第一次以总统兼的 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 来主持每周一次的例行指引中山汇报 对于在这次整个中常委群体当中呢 有两位中常委一次是会选哦 被考纪会盯上 而且准备要开闸 这样的事件呢 马主席呢 非常的低调 不表示任何意见 我们来听听看 刚刚这个马主席的一段画面 我们可以听到呢 马英九主席呢 其实对于这个两位党员 这个中常委选举呢 在这个有可能是会选一个情况的 考纪会即将在下午四点半召开 这个临时考纪会来做出最后 是不是要开闸这样一个决定呢 马英九主席呢 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但是国民党中央呢 其实态度已经非常明显 在下午四点半的这个考纪会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到底会把这两位中常委 当选人给开除 那由其他人来逮捕 目前在这个考纪会 整个开会结束之后呢 就会一个明朗化的一个结果 以上这些情况 把镜头交往给彭丽主播 好我们看到马主席 他首次主持中山汇报 而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针对这一次中常委的事件 也可能会做出一些讨论 而我们先来看看 接下民众的call in 这一次马主席的动作 您认为他的开闸 有把他的这个宣誓 清廉改革的目标有凸显出来吗